嗨,大家好,我是周老板,上期视频我们刚讲完德国右翼破防,没想到这两天德国右翼政党AFD他们实在笑起了,因为他们首次赢得了德国的地方性选举,那么在德国图林根下面一个城镇嘛,我们换了中国的应该是限制的概念,叫做Zonenberg,翻译过来的太阳宝,那么AFD呢,他首次以这个大比分,那么赢得了地方性选举支持率达到53%,那么在当地呢,就是所有的其他德国其他党,比如说绿党,SPD,还有左翼党, 他们都联合起来,就支持CDU,就是机密盟来对抗这个AFD,没想到还是被打败了,就等于说复仇者联盟全部联合在一起,最后被灭霸一党拍死了,那最后呢,他们是53%拿下了这个选举,然后就拿到了当地最高行政展观的职位嘛,也就当县长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德国这边的相关报道,德国人全部震惊掉了,他昨天就放在那个德国新闻联盟的头条,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一台对他报道,然后二台呢,他采访了一些当地的民众, 以下台的官方是任何关系的的有什么诚决会,以对同样的消息。 以来的尔子划暗期间年轻人的优优优优独播剧相关, 但是家庭比较是武汉仁的干托文章, 说这次特别的关系的罚人征拍摄, 如果中央会有些地狀党的法庭 黑幕积提供 raancia 一种措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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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ar 法庭 feeds太大蒂党在川普遇发行啊 人们把他们的努力的集合 所以说着适当人的对于学们 每个人都没有交通 会涉及适当我们的 我们都没有ストール 会被你强调保护的 会儿的 你公众政府中对于 Organ организ掩某种 所以我们有种人权的 所以是上 你继续的 一方是随时的 新三国有大适当的 没意见过的 中央是调众者的 有些人是担当在 除了很多人都不可能 但是其他地方是很嚴重的 更多人都不可能 这个问题就是一天 很明显的事情 今天是一天 很会很高的事情 是一天 很像是一天 这个问题是很大事 很大事 真的要有什么事情 我不是一天 我们负责给我们的美国 我们负责给我们的美国 负责给我们的美国 负责给我们的美国 我负责给我们财的 太多了 我负责 政治性格 如一起去上居 таких其他事情准备发生了 哪一 briefing 这个集合了 呢 他的表 female 大家有些中설的绩 Vanessa 营总 Sveriged agreed 我们的防 Oppos al营兴 现在在进行的地方 这是他们一个选举所在的州图林根州 也是德国的右翼大本营之一 那这个州的AFD的负责人 大家在视频里也看到头发有点白的那一位 他是明确被德国的宪宝保卫局 列为这个极有人事的 是被密切的监控的 然后他现在还是被德国检察院 给起诉立案了 罪名是就使用一些违禁的口号 然后是煽动颠覆罪 那么是因为他之前演讲的时候 他明确的喊出了一句 当年德国纳粹时期冲锋队用的口号 就是一切为了德国 其实大家在谷歌上搜一下 相关图片出来 就是能搜到当时冲锋队 他们的匕首上面就刻的这句话 那其次的话就是AFD相关的照片 所以他们确实是尽量喜欢玩那些插边 虽然他名义上 他那些主张他不会明确说 他名义上主张 大家听起来就跟川普他提的那些口号有点像 但是他都是有暗号的 这些人 你下面的人都会get到那些暗号的 所以说他其实还是跟很多的这种右翼组织 是那个盘跟错节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之前的话有很多庇佑也说 说这个AFD看他演讲 感觉这些还挺有道理的 讲得有道理 然后的话感觉也没有那么恐怖 被收成新大粹之类的 那么说他们的基本盘 可能就跟德国的 跟美国的那些红脖子 其实很像的对吧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跟德国情况 跟美国情况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首先美国它是个移民国家 对吧 他很早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民族在里面打融入了 那这个黑人文化也是明确的 被建立为美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吧 但是德国呢就是他之前一直是德意志民族 占一个主导对吧 并且他们就是之前还有很强的种种种族的 纯净这种观念 给他们植入进去 那么所以说的话 就是AFD他们要求这个融入 那么很多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啊 但是他怎么怎么界定这个融入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那现在的话德国他普遍的做法就是 认为你你说德语对吧 你德语达到一定水平 比如B1的水平B2的水平 然后你再遵守这个德国宪法 那就是融入了 那你现在你要拿德国的这个长居 或者拿到德国的国籍 其实主要要求就是这两点 但是呢 他是不是右翼的所谓的融入 会不会有另外的标准呢 是不是我一定要穿着你这个德国的凉鞋 吃着德国的黄瓜香肠 然后去看着德国骨科才叫融入呢 因为我上个视频呢 我看这个小红书上也有一些人的评论啊 有些人是在德国生活了很久的 他说他刚来德国的时候呢 也是试着融入啊 没想到他就是反而是给对方长脸了 那最后遭受的反而是一种 他没有经历过一种歧视 就等于说是这种文化上压迫嘛 因为AFD他们又一确定融入 首先他有种某种意义到 就是这种本地文化霸权啊 就是等于说 就好像你外来人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 你嫁到别人家了 然后你都要看着公婆脸色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 对吧 自我的匠格 那有人说啊 作为新移民在德国同样的情景可以很工作 叫他同样的高昂的税啊 社保啊 还有德国养的难民 那凭什么出来要到处送你们德国人的指指点点 对吧 动不动就说你还没有融入他们的文化 那你的生活方式跟他们有点不一样 就可能会受到他们指责 对吧 那然后你就有点像POA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错的在你啊 但是其实你干了同样的义务 履行同样义务 你完全应该享受同样权利啊 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对吧 不一定要完全看他们脸色 因为你越看他们脸色 他们可能会越得生俊齿 对不对 越进行一种文化上的压迫 那其实现在AFD 他们指责了很多社会问题 他把推到这个移民或者难民身上去啊 然后认为社会上出现那些不守规矩的那些人啊 都是你的移民或者是难民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融入的问题 这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啊 其实德国他也有 德国人他自己也有很多这种问题啊 他自己不守规矩的人也多的是啊 对吧 那我之前在这边坐巴士 确实有遇到过 就一帮阿拉伯的青少年 上来拎个大音箱 放他们非常欢快的音乐 然后让车上那些德国大爷大妈 根本就绷不住了 然后的话就是 也是口出一些不太好的话吧 双方都是对干起来差一点 那么但是类似情况 在德国小孩 他们青少年都也会出现啊 像我们有时候骑车 路过某些地方 有些青少年 他真的会对你吹口哨的 然后呢 就是以前新冠刚爆发的时候 就我家附近的小孩 就是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直接就喊 新冠病毒啊之类的 那德国的小孩 他有些人也没有教养啊 这个我觉得是家庭教养的问题 那还有的话 就德国他其实有些 很隐性的社会问题啊 就比如说家暴的问题 那根据这个德国的统计啊 就去年 德国这边总共家暴 受害者有18万之多 那么比前年 是增加了10%左右 那现在根据他们数据统计啊 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德国的年轻的男性认为啊 时不时打打女人 是正常的一件新闻 因为在德国传统的 他们保守的地区呢 就是其实女权是非常弱的 因为以前女的都当家庭主妇嘛 他们很少出去工作 经济上的地位就是不平等的 包括像原西德地区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女性她考驾照 都需要她老公同意的 那其实在这个算不算 德国这些传统文化呢 我讲一个我亲身 就是遇到过的事情啊 就1314年的时候 我在这边我就碰到一个 就是国内过来的 从京华那边过来 一个老大爷就他的女儿 在自己嫁给德国人 后来两口吵架 那个德国人就直接用 那个什么雅琳 把他老婆啊 中国老婆就直接打成植物人了 后来那个男的大王 他进去了 他进去好像判了 可能也就十年左右吧 但是呢 就是那个女孩子嘛 他躺在医院里面成植物人 然后他爸爸过来看他啊 然后他们这些还有个小孩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老大爷 他想把这个小孩带回中国 但是这个小孩带回中国 但是这个小孩是德国国籍啊 然后德国这边法院 他是不放的 就是德国这边呢 你这些假如德籍的未成年人 到快成年的时候 会给他一次选德国籍的机会 但是在这之前呢 他是不允许你 擅自的把他带回德国的 因为他认为这个德国人嘛 你这个德国人 不能把他随意绑走的 所以说其实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 那在德国这边 确实这些家暴的隐性问题 也是有很大的 那你说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个人素质问题 还是融入问题 我要融入是不是要融入 就是把你这些传统文化 也得给学过来呢 包括这AFD他自己的很多人 他都是被德国的 宪法保卫局给监控的 他认为你是违反德国的宪法 也就是说 你要是跟他们走得太近的话呢 反而会被德国现在当局 试作不融入德国 所以说那些想要移民德国的人呢 就是假如说你现在中 都接触到AFD 在你拿到德国护照之前 一定要保持距离 要不然 因为他们通讯都是被监控的 假如是查到你的通讯记录 有可能你以后办 什么无论拿长居 还是入籍 有可能都会碰到这个门槛 德国和美国还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德国他是有纳粹的黑历史的 也就是他背后地底下 有一个恶魔 他被封印在下面 但是你这封印一旦揭开 他就非常恐怖 那这些德国人呢 他很多这种民族情绪 他是被压制住的 强硬压制住的 但一旦释放出来 完全可能会变得不可控 那现在在德国 他甚至有一些右翼 非常猖獗的地方 他有些学校 甚至德国媒体 把他称作为纳粹学校 因为那些青少年呢 平时四五纪就去纳粹里 然后还拍了这个照片 发到这个网上去 在德国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然后据说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校园里面 到处都刻画了万字符 然后同学之间发的表情包 都是那个希特勒 洗头脑的这个表情包 然后最后是 他们当地的老师奔不住了 两个老师把这件事情 揭发出来 然后举报了 但当地的那些民众 都非常木染 就觉得这个老师太多事了 那你像现在德国 他就有明确的 法律刑法打压之下 都能出现这种事情 那万一到时候又一针上台的时候 他会变得多少恐怖 那就很难想象了 因为大家看 现在他讲的那很多言论 大家说 挺正常 不像是纳粹的言论 因为现在你没法去用纳粹标志 没法去 直接去讲那些纳粹的这些言论 所以他要进行转化 就概念的转化 对吧 就比如说他现在变成那种 新血液的替换之类的 但他没法直接的说 这个种族的问题 因为他一说这个东西 他就直接就行了 那么但是这个还是要非常警惕 这种民粹的话的 因为他一上来之后 他整个宣传口径 他都可以改变 大家看现在德国 他通过很多政策 其实也是这些政客 他创造出来一些假设概念 就比如大家刚开始听 这个新移民法 哎呀放这么宽 会不会怎么 给德国造成很多问题 但是SPD他就说 说那我预计3035年的时候 有700万的这个劳动力缺口 那大家一听 哎有道理啊 对吧 那这个就把它给justify了 就是提供了这种正当性 对吧 但是呢 这也是一种假设 即是这种政治上假设 你要是AMD上来之后 他完全会有另一种假设 他就说 说德国不是问题 不是人太多了 不是人太少了 是人太多了 那他完全可以用另一套 这个科学模型算出来 说德国根本不需要外来的人了 对吧 你甚至原先这些在这里的外来人 都得赶赶走 都完全有可能了 对吧 那第三点 我觉得德国人的四个习惯上 确实极端起来 他比美国人要极端很多 他可能是最容易走极端化的一个民族了 对吧 大家看这个绿党他上台之后 他推行强推这些政策 现在在德国有些人就把它称之为 就是禁止党 就是他把什么都要禁止掉 那其实也是一种绿色法系史 其实也是很容易走极端 所以大家意见他很大 对吧 那这个德国人 他可能是要理念 要意识形态 但不要钱 像现在他们搞环保 他就根本不在乎钱 他们认为我就是最后一代了 我现在是要来救世的 承担一个救世主的责任 那钱无所谓的 那美国人他还是要挣钱 对吧 他完全是为了可以经济利益 他可以牺牲掉 他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 他可以跟你和平共处 只要能够带来一起挣钱 对吧 那德国人他可能较真起来 他真的无所谓 那他真的可能会玩得很狠 到时候会 那我们接着聊聊 为什么AFD在德国能取得这么大成功 实际上呢 他已经支持率接近20% 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党了 仅次于金元王 那么甚至是微微的高于 现在德国执政党SPD了 那老话说得好 既要考虑到个人奋斗 也要考虑到历史进程 从外部原因来讲 现在其实创造了 非常好的外部条件 那现在德国高充胀率 对吧 然后有这种难民 大量难民进来 计划之后矛盾 那么再加上 这些白左政策 给他一些送风 这些绿党很多政策 其实真的是给AFD送人头的 那从主观上来讲 AFD他是非常有宣传策略 就是他在宣传方面 他抛弃了传统媒体 就是现在他这次胜选了之后 德国在一台二台 要去采访他 他们都说没有时间 他们形成安排满了 就是他们不愿意 跟传统媒体合作 因为他们认为传统媒体 都是你们这些 现在执政党的 传达你们的声音的 但是他要真正的 发出人民的声音 所以他们自己 就是搞了他们自己的 油管频道 对吧 因为他流量是非常恐怖的 我看了一下 比如说他们四天前 他们女党首的演讲 然后视频 播放量也达到140万 但是我找同期的视频 就德国新闻联播 他们官方这个频道 那么可能是播放量 几千到几万 十几万 二十万都算多了 那根本在量级上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 已经能压倒传统媒体 他的宣传的公式了 也就是他们的选民 很多人 他们其实不看 德国新闻联播的 他们每天接触 就是AFD他们的宣传 并且他们这个里边 各个都能演讲 各个都是人才 演讲就好听 那么我们可以 现在来听一段 这个女党首 她自己的演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 就是她能够 确定现在这些痛点 然后是非常有这种激情 其实是愤怒的情绪 但是现在他的表达出现 德国人当中很多的 这些愤怒的部分 也计划 尤其他计划 尔ufe, aus den überforderten Kommunen, effektive Grenzkontrollen. Auch so macht diese Regierung Deutschland zum Außenseiter Europas. Die Lasten tragen die Bürger, sie zahlen den Preis, wenn der öffentliche Raum zur No-Go-Area wird und brutale Messergewalt und Sexualdelikte zur Alltagserscheinung werden. Zählt man die Länderstatistiken zusammen, gab es allein im letzten Jahr über 21 000 每天每天都要有60%的距離 我可以解釋,你会在这里的一天 法律 这些人的一切 你愿意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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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駕駛的財產品質感受到財產財產 一位是一名為伴法 和前面的財產財產 在這位是一名為主義的財產財產財產 如果有關財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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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哭 因為我會獲利的投資 為民進行民進行財產財產 中国优优独播剧场—— 並且以來自國的努力提供,如果沒有經過抗症,如果沒有 是否有幾個關卡卡,如果沒有人負責,如果沒有人負責,如果 還有其他人負責責任後,因為他們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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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他們的責任責任需要的責任,他們對責任責任沒有 責任責任,並且在於一部分的責任責任責任的 努力及努力 ? Wer gibt es Ihnen eigentlich das Recht, das hart erarbeitete Geld der Bürger so hemmungslos an Wirtschaftsflüchtlinge aus aller Welt zu verteilen? Dieses Geld gehört ihnen nicht. Diese Politik können wir uns nicht mehr leisten. Deutschland ist schon lange kein reiches Land mehr. Sie machen es zum Abstiegskandidaten. Wir müssen das, was wir ermitteln und Kraft noch haben, darauf konzentrieren, den Absturz abzuwenden. 表示說中共風停生日中暴力, 和中國人去庭曉� tonici. 而在做安全為敗決議, 水平安保иком, 現實在境推特, 防守方, 防守方, 防守方法, 防守方法, 防守偉眷下, 防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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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守方法, 开机源額 da外国家务方法 curv边些地方 中央细合 不 meta 这位同国家务答央 可以帮助 这笔了 stadium 我再次am一句話一句话 carrying 这里的 邏据院训练习的地方 是许券戏的铐力使用了 寂審的不正常欢迎的 关注 解释f据的反对抗鑲砂的 你生亏 非产党员的反对抗鑲码 一样的反对抗鑲码 是我们确方的反对抗鑲码 是我们賭血统的反对抗鑲码 那其实听AFD的演讲 你能明确感觉到 他的情绪有感染力 其实人很多时候是感性的 特别是对于大众来说 他其实没有能力 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兴趣 来辨别你这些概念前提 是不是正确的 他可能只是愿意相信 自己所相信的嘛 那AFD他更多是用情绪 来打动他们对吧 那包括他里面提到的 就比如说德国之前发生一些 就难民伤人的事件 用刀伤人的事件 那你说德国他进来几百万的难民 他这种个例发生 肯定是会有的对吧 但是他呢会把这个东西扩大化 他会把德国所有的 这个持刀伤人的案件 都说是外来移民或者难民干的 那其实也是有点偷玩概念对吧 因为这种类似的案件 你德国人发生这种 严重刑事案件也是有很多的 包括前几年 比如在德伤那里 有个中国女生 先被他们德国人好像是绑过去 先性侵之后 然后再杀害了吧 然后那个凶手 还是当地的检察局局长 当时是中国这边 那个女孩子的爸爸 他自己也是警察 然后过来去 去亲自来去 要督促这件事情 才成功推进了他的立案 要不然这件事情 可能被压下来都可能 也就是说暴力刑事案件 哪个主意 它都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呢 他可能会 AFD他会把这个东西做文章 他会通过这种渲染 那再包括这个 领这个难民 什么福利金 之类的 公民津贴 他说很多人 有一半人 领的人是没有得过护照的 但是呢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假如说你没有得过护照的话 然后以后就想来德国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千万别去领 因为他领了之后呢 他其实是认为 你拿了德国社会福利 也就是说到后面 再来德国 办永居也好 办这个入居也好 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了 那这个所以说他 讲的另一半 主要就是年难民嘛 就是这是乌克兰 他们过来的 他们领的这些钱 但是他们很多也是人道主义 你过来很多是那种妇女孝童 他们过来你不给他钱的话 他们确实在这里没法生活 对吧 但现在我看到 也很多乌克兰 他们的年难民 其实是也在接受这些职业培训啊 那最后我们来聊聊 AFD真正上台的可能性啊 因为他们看到这次胜利之后呢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基于 2025年这个大选了 他们已经甚至推出了 他们竞选总理的候选人了 那但是现在来说 就大概率来说呢 就可能在联邦层面 赢得选举还是很难的 首先就是像德国各个党 包括这个中右的CDU 明确的拒绝跟他合作嘛 现在就大家联合在一起 来把他block掉 来把他这个党委封锁掉 那他现在上台的 唯一可能啊 可能就是他的支持率要过半 到时候真的是席卷全德 那才有可能 但现在来说呢 就在联邦层面是比较小的 这种概率 因为德国还是有很多的 左翼啊 白左啊之类的 那那他这个 是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 达到这么大的成果 对吧 那还有很可能啊 就他真的是 有了另外的一些方式 对吧 进军柏林啊 这样呢 就是德国联邦政府 他也有个大刷器 来应对这种 他们搞这种狠活 那就是他们可以申请 向联邦县尔法院申请 把这个AFD这个党委禁掉 因为呢 他们在法学上呢 已经进行了 那个研究啊 就是说法学上 有可能实现了 因为这个党 他推崇 AFD他推崇了很多理念呢 他有可能是违宪的 包括大家看这个党 也是被这个 宪法保护局密切监控嘛 就比如德国宪法 他第一条 他就说 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这个德国所有的国家机器 都要保障人的尊严 那你AFD里边 就讲的很多话 是贬低那些什么难民啊 移民啊 那是不是有害于人的尊严呢 对吧 那还有就是德国的宪法 第三条 第三款 他说没有人应该因为他的性别 因为他的来历 因为他的种族 因为他的语言 因为他的家乡 因为他的这个信仰 因为他的宗教和政治的世界观 而受到这些优待 或者是受到歧视 那么是 对吧 那么其实AFD 他里边很多理念 他讲的就是 说你这些外边来的人 替换了我们本国人的这种人口 对吧 那他其实就是来 根据来源的不同来区分啊 对吧 那他就是一个明确违宪的一个言论 再包括他里面 还使用了很多当时德山那些违禁的口号 对吧 所以说呢 假如说真的要把他的禁调 是可以来提起这个议案啊 因为在德国宪法的21条 那还规定了 就所有这些政党 假如说是危害了德国的 现在自由民主的这种基本制度 也就是威胁了德国宪法 那都是可以去申请 历史上也是发生过多次 那就包括当年西德时候 当时那个德贡就是被禁调过的 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嘛 那在后来2017年的时候 德国这边另一个极右的党 叫NPD嘛 我还去过他们总部去探访过 对吧 这个当时也是被消费法院 他们来去审核过的 最后消费法院决定不把他禁调 是因为他的这个规模太小了 人事实在太小了 那么没有必要进他 但现在AFD他确实能够 产生很大的威胁了 对吧 他已经成为德国第二大党了 那那一目应该进 那现在的话 这个决定还是要非常的慎重嘛 就是我看到一些相关的分析啊 就是因为你一旦进了之后呢 就是他有可能让AFD 会获得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姿态 然后呢 有些人可能会报复性投票 去支持AFD 那么让他这个声量大涨 可能真的是拿到50%以上 那他就完全控制了国会了 对吧 那么他控制国会之后 他有可能会进行一些 也那个政治性报复啊 对吧 因为他想我在野的时候 你对我赶尽杀绝对吧 那我现在上来之后 我对你们各个党也要赶尽杀绝 那到后来这个场面 就会非常不好看 对吧 那到时候有可能德国 他就会变得非常极端化 他一些政策 像现在AFD 他明确提出的主张 就是他又是上台 那干了一件重要事情 就是解散欧盟 其实你现在听的 就非常离谱 对吧 但是这就是他的立党初衷 其实AFD他 我也不好说吧 就是他上去之后 大家是可以对他充满想象啊 那我们反正本期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